在我们这个传统卢菜里面 它有一个老菜 叫锦签腰片 咱今天呢给大家就做一做这个菜 这个菜的名称呢叫 强瓣锦签腰片 正好呢也是整只夏季 这个菜呢比较适合下季 来使用的一道菜品 这菜的主料呢就咸主要的 配料呢就是辣椒段 花椒 姜 蒜 香菜 一点咸辣椒 红辣椒 咸下边的药子切配一下 一般的所有的都切药离子 咱那个药子 咱不切药离子 直接顶道切剥片 就行 这个说出来的药子 它更加有口感 而且营养也全面 这个片切多厚呢老师 这个片大约切0.2到0.3万分 平均心 师傅 为什么这个叫金钱腰片呢 你看看这个形状不就知道了 啊像个金钱一样 对 嗯 两个大猪腰 哦这么多 嘿嘿嘿 咱把它冲一冲水 哦 哦就是流水冲 哎让它冲就行啊 嗯 先当地把里头的这些血水冲出来啊 嗯 咱利用这多时间去咱切点皮料 嗯 嗯 切点姜末 嗯 再来点蒜末 再来点香菜末 再来点红的鲜辣椒末 嗯 咱在水里咱夹着了酒 嗯 加一点醋 少许米醋 嗯 再来加一点试验啊 稍加点试验啊 好 这个时候呢 咱烫这个腰子咱给水下锅啊 哦 不要开水 烫的什么火呢老师 这个水面啊到接近八十多度 饭就晚火了 可能那个开锅 嗯 一开锅锅 锅的那个腰子又老了 嗯 嗯 八十多度 到什么情况 你看这边哈 锅边哈 气泡的 就够了 哦 我给你做哈 这是低温成熟 嗯 低温成熟 一定不能烫锅了 好 这边关火哈 关火 嗯 关火在里头烫一会儿 现在这腰子有点微微的卷曲 嗯 做着咱 泡的 泡到的熟火 哦 泡到熟火了 不会卷 好 拿手指甲掐一下 看看里面熟了没有 熟了 放姜沫哈 上面都倒着点 蒜沫都放上 嗯 辣椒沫也都放上 嗯 我留点姜沫去 香菜 香菜也都放上啊 因为咱是一个呛班的 嗯 呛 呛 它由拌和呛结合的 它需要加点醋 嗯 清香米醋 嗯 加点醋 如果要呛的就不加醋 嗯 加料酒 小料酒 嗯 它可以再加一点生抽 鲜味生抽 嗯 稍微加点就行了 里面咱加一点烫 能吃出甜度来吗 吃不出来 不能吃出来 哦 再加点鸡鸡 咚咚香 加点味精 提提鲜 就是味道没加盐了 百味之母 稍微加点盐 因为稍微加点耗油 搅拌均匀 盐色真漂亮 白的红的绿的 另起锅 咬上这花水油 再加点香油 两种油结合 对 那时候就下辣椒 花椒 喝就行 关火就可以 锅微微冒烟 这样炸酥了 先吃点花椒 这时候就下辣椒 我这小鬼很上头啊老师 这小味道很上头啊 好 再开火 行啦 辣椒一变色 好的这有哈 这有浇好行哈 浇好以后就烤好盘子焖一焖 好 大概门30分钟 门3-5分钟就行 三五分钟 好的 太棒了 装盘 加点汁 漂亮 这包菜就做好了 它的特点呢 是摧铝鲜香 微辣 微酸 微麻 这个这个要点 要个一定要新鲜 第二 要涨到水的温度 不能超好把水温度 再就是拌好了以后 再刺上油 这花椒油和辣椒油 刺上以后 一定要门 最好是门置一个小时 让它的腰子 在这里也充分那些卤味 要是食盐器 五六分钟就行 让它的响气都穿起来 就可以了 作为一个腰子的资深爱好者 这个菜是必须要尝的 吃腰子最怕的就是带着那股骚味 首先呢 这个腰子它没有那个骚味 这个口感的话呢 我认为也是恰到好处 它没有那么脆 它的火候是要在断生之后 又稍微过了一点点 这样的话呢 你吃起来比较 卫生也比较健康啊 因为太脆的话呢 就可能保证不了 它的一个杀菌和卫生的那个程度 呃现在吃起来呢 稍微的有一点点痰啊 那个脆呢 要弱了一点啊 但是口感还是很丰富 有咬劲啊 在味道层次方面呢 你入口是一个咸香 啊 当你回味的时候呢 这个花椒油和辣椒油的那个麻和辣就出来了 不过它是微麻微辣 所以说你吃起来是一个非常爽口的一道菜 腿嫩鲜香啊 小麻小辣 吃起来非常爽口 只要是再喝点小啤酒小白酒 那是相当的给力 那这道菜呢 师傅今天是毫无保留的交给了大家 主要就是烫腰子的那一步 我认为是最关键的 希望大家能够学会在家做一个传统美味 今天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